三国武将中谁武功最高 有名有姓的武将不下千元 哪些是超一流的上将 谁的武功最高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 本文抛砖演语 谈谈三国只限三国演义武功排行榜 与同好者共论 三英战旅不逼者也不是乱说 而是采用了民间流行的一种说法 一旅 二兆 三殿尾 四关 五马 六张飞 七许 八皇 九江尾 偏不有限 但还定以上九元大将 下面来看看他们的超凡唯一和灿烂人生 吕布 人中吕布 马中赤土 温侯吕布平易感方天化及 在三国高手中独占凹头无可置疑 就像隋唐演义里第一条好汉李源吧一样 武功盖世 绝顶高手 一般没人敢单挑吕布 都是 唯喽 最好的证明就是虎劳关三英战吕布这一出 当时十八路诸侯讨董卓 大军被吕布挡在了虎劳关前 诸侯一方先出马的大将都被吕布挑于马下 连北平太守公孙赞也被杀得落荒而逃 董卓这时候排名第六的张飞鞋子里杀将出了 三战吕布五十余和 不分胜负 好像双方武功差不多 可是排名第四的关于五八十二斤 青龙也月刀上来加工了 以二敌一 似乎胜面很大 可是又占三十和 还是平手 这样吕布的功夫就看出来了 是想能在关张联手夹击下 不败的为奉献一人 天下第一 实至名归 吕布后来成为一方诸侯九大高手中 其他人在牛 也是不这样的身份 又娶了绝世美女貂蝉 可以说拥有了完美人生 为何最后生死白门楼 答案就是有勇无谋 见力妄义 吕布虽勇 毕竟是匹夫之勇 他一人可敌曹操六大上将 但能敌十将吗 所以关键还得看谋略 吕布却自是武功有成功而不能用 犹如当年西楚霸郎之羽亚父范增 让人叹息 即便如此还能自保啊 但见力妄义就是大毛病了 为财务美女先杀丁远 再次董卓 如此为人 谁敢用他 难怪曹操听了刘备的话 不受骑将而将其绞死在白门楼 赵云 常山赵子龙 一身都是胆 赵云武功还在第二位 主要是他的长板坡太出彩了 丹香匹马在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 身揣阿斗还能力斩槽将五十多元 这一段千古流芳的大场面全书 只有子龙一人独享 至于结江夺阿斗 汉中九皇中 杀寒家吴虎等英勇事迹 更是数不胜数 可谓永贯三军 排名第二无可争议 而且赵云白马 白袍 亮银枪 武艺高强 英俊潇洒 韩国前总统朴锦惠 都以他为初恋行人 忠心肯肯同时通晓大义 是罗冠中以下最完美 最忠诚 最稳重的英雄形象 赵云杰江夺阿斗 诸葛亮出危险之地最喜 欢待赵云保驾护航 毕竟是最值得信赖的大将 但三国演义中 赵云的形象太完美了 反而不真实 毕竟人无完人 本事越大 往往脾气越大 不过也许正因为低调 他的结局在九元大将中是最好的 七十多岁而善重 殿为 殿为是真正的战神 一双兵写几八十斤 小飞几力不虚发 他是有独门暗器的唯一大将 飞撞一战自然是晚成大战 兵器被偷 无亏无假 为掩护曹操逃命 点为以门死战不退 宝剑砍坏 就用两兵族当兵刃 温动如飞 撵着死 碰着王 被乱剑乱枪杀死后 依然屹立不倒 死后两久 无人敢接近其巨手的前门 曹操每读到此 都为之一哭 点为作为曹操的第一猛将 在三国演义里 早死是必然之事 因为整部书就是尊留一逃 点为如果活着 官 张 赵 还能那么风光吗 赵云在百万军中遇到点为也逃不了好吧 可叹 关羽 一搏云天的官二哥 论名气绝对头牌 满洲贵族拿三国演义当兵输以后 更为封为武帝 成中国武将第一人 通都大义 穷乡僻壤 官帝庙随处可见 海外也香火鼎盛 官公已经是一种精神 一种中华文化的象征 官羽的武功更是威风拔面 温九战华雄 战延梁 朱文丑 过五官战六将 单刀附会 水燕戚军 威战华下 温九战华雄 曹操为笼落他更是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上马赠金 下马赠银 美女 战袍 赤兔马全都有 但官羽一旦得知 刘皇叔的下落 立即挂印封镜 千里走单席 表现了他的忠语义 三官演义 虽对官羽大家赞赏 但刻画的还是有血有肉 性格鲜明 比之赵云的完美无缺 真实多了 官羽最突出的性格特点 就是傲善而忍家 他对基层士兵很有善 五百下刀手与周苍 对其始终崇敬至爱 不离不弃 但他对上层显贵 就非常骄傲自负 比如听说马超武艺高强 竟然要求到西川与之比武 忘了自己是荆州统帅的身份 争勇斗狠 不识大体 当孙权想与其连殷时 不但一口回绝还说 吴虎女安肯嫁权子胡 把诸葛亮东连孙国 北剧曹操的战略方针完全抛之脑后 孙权是和刘备平级的人物 关羽终究是一员部将 胡女 全子的说法太伤人 太自负了 结果失了荆州 走了脉城 马超 锦衣马超容貌俊秀 武功高强 有当年吕不知勇 与张飞 许楚酣畅淋漓的经典大战 足以排名第五 可惜 马超也像吕不一样 有勇无谋 虽一度杀的曹梦德割须气袍 终被老练的曹涛用反剑计轻松击败 好在他还比吕不明智些 后来归顺刘备 风为五虎上将 结局尚可 张飞 阉人张义德 抱头还演 杖搭蛇毛 乌椎马 等一个猛自了得 张飞的经典场面 是当梁桥头一声爆河 估计最少两百分贝 下死草江下侯 结 下退曹操大军 身神人影 三将军排名第六 却最不屑第一吕不得为人 骂其三姓加奴 首次单挑吕不五十回合平手 在小配 又与不大战一百余和不分胜败 并不是说他武功真能打得过吕不 关键是心起不同 当梁桥张飞下退曹军吕不谁都不怕 却真有点怕这个还演贼 很像随唐演义里第三条好汉 裴伦庆反打第二条好汉与文成都一样 张飞表面粗豪 可不是草包 他粗中有戏 使巧技收将西川老将严严 大败曹委名将张可 都说明他有大将之才 他性格鲜明 与关羽正好相反 爱戴尊敬有神王有地位的人 当初旁统出来刘备手下不被重用 张飞发现他的才能后立刻说 先生大财 小子实景 可惜他不爱护基层官兵 九后鞭打士族就是大毛病了 最后也因此被手下刺杀 在九大高手中死得醉窝囊 再一次验证了性格决定命运 徐楚 点为死后 虎师徐楚是曹操仗中 唯一能与其他高手单挑的大将 与马超大战两百多回合 不分胜负 证明了他的实力 他排名第七是必须的 毕竟三国曹魏最强 而九大高手中吕布 点为早死 剩下七人中 有六人都是刘备手下 也实在说不过去 黄忠 黄忠老替福利 壮心不已 六十多了方当壮年 和关于陆柏渝和不分胜负 这还没用百步穿扬的绝技呢 如果年轻二十岁 排名肯定高 黄忠最出彩之处 是在定军山镇展曹魏名将夏侯渊 要知道在三国演义里 各大高手都杀了不少战将 但多是二三流角色 真在两军阵前杀死一流大将还是很少的 所以定军山一战就成为了经典 江维 江维排名第九 许多三国民都有意见 认为他不够格 江维是三国后期一位重要人物 而且是九大高手中唯一的文武全才 他的出场气派很大 由诸葛亮社计谋 赵子龙率军来攻取 天水小城 理应是首到秦海 美料将为石破计谋 还将计就计设伏 并为困赵云 云大经 暗存曰 谁想此处有这般人物 赵云带走 孔明也经问 此是何人 十五宣机 有人告曰 此人性将名为 自博曰 文武双全 是永足备 真当是之鹰鞋鞋 诸葛亮赵云并非真白 何况他当时已是七十多的老人了 要在长晚坡之时 估计将为在骑马前走不了五十回合 诸葛亮收复将为后 将平生所学清朗传授 将为后来继承孔明一致 九八中原 几次出师打出了好局面 可惜被无能的后主召回 将为能力还是差点 不然也不会被邓爱偷袭占了蜀国 最后只能自吻身亡 这个悲剧怎不让人为当年开创西夜的刘关章 诸葛赵云被感到痛惜 邓爱当然 三国猛将如云 其他武将如东武可惜 以吴义仁入围九大高手孙策 甘领以及张辽 夏侯敦 张和等都是一时之选 篇幅有限就无法一一评价了 让我们像那个激情澎湃 星汉灿烂的伟大时代致敬吧 入群 投稿 专载与商务合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